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2020年世界图书之都的胜举 世界图书之都这个活动 其实是源于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他们在每年的4月23号就定为世界读书之一 就希望在被选为世界读书之都的城市 在一年中办很多不同的阅读推广活动 也呼吁大家保护知识产权 虽然联合国把吉隆坡定为2020年的世界读书之都 但是不单单只是在吉隆坡 它是辐射整个全的马来西亚这一块 那么陪你看书就是以这样子的形式去推动大家去阅读 尽管许多公众聚集型的活动被迫取消 但是由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和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联合举办的陪你看书移动图书馆活动 依然成功在新常态下进行 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董事经理吴明尼 也是这一个移动图书馆的创办人 他表示陪你看书移动图书馆 旨在提升国人的阅读风气的同时 也希望促进各族文学和文化交流 我们的这个移动图书馆跟其他的这个移动图书馆 最大的差别是我们的书籍都有马来西亚大部分的语言 of course在华人的华语 然后马来文的国语 英文甚至大米尔语 我们都有在我们的移动图书馆里面 马来西亚毕竟是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推广的我们也支持多元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不同的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能够知道的好的书籍 即便我们看不懂比如说但没有了 可是经由人家介绍 我们知道了这书本的内容 然后觉得说是应该推广给大家看 给大家知道除了我们相熟的 我们已知的这些语种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可以阅读的书本 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总经理杨毅德透露 移动图书馆除了有本地的书籍以外 还有不少台湾的文学作品 不过考量到这个移动图书馆 会到各原留学校 他们在选书方面倾向于选择图像比较丰富 富有双语的书籍和翻译文学 我们挑了一些翻译的文学作品 那其中包括手上的这一本就是 科普雷的翅膀 那这本书呢其实是台湾一个原著名的故事 那我们在两年前 配合这个驻马来西亚台北文化办事处的活动 我们就把这个台湾的文学呢 这个漫画呢翻译成这个马来文 然后在马来西亚做推广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书车上 又带了这本书到整个半岛去 在推广阅读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好的文学 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本地的华文的文学 那要做更好的推广 我们发现是其实是可以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类 那这样的它的推广的那个力度会更高更远 这辆在这各种书籍的移动图书馆 有着活泼鲜艳的外观 这也是他们精心打造出来的成果 为了让学生们有一个生动有趣的阅读体验 然后在这个书架上面 因为我们希望整个空间不要太过的压迫 那进去里面会让你感觉一个比较舒畅的 一个阅读的空间 所以我们把这个空间的这个份额把它挪大了 占了整个空间的百分之七十 那其他百分之三十就是书架跟书本 我们当初在设定的时候呢 其实是想要让人走上去在里面进行阅读 那我们当初的概念比较开心 比较天花龙凤一点 那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今年疫情不是严重了吗 那我们在执行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每一次上去只可以五个人 然后必须要戴口罩啊 然后这个那个所有的SOP都要根据 我们的卫生部的这个SOP进行 移动读书馆在2020年8月17号到9月4号 环游马来西亚半岛 走进了半岛11周的21所各源流学校交流 其中包括了吉隆坡中华读中 那我们学校今年呢 在推这个人文与科技校园 所以这一方面呢 我们要培养学生多阅读 知识会更广化 有这样的车过来 学生都是要有新鲜感嘛 他们就会过来看新的东西 新的书籍嘛 所以他们会比较兴趣了 也引起他们阅读的一个兴趣 该校高三生陈玉浩雀跃地表示 这项活动弥补了今年 没有到书展的遗憾 我拿了几米的绘本《月亮忘记》了 然后我大概讲一下 其实本书是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 我就幼儿园的时候就看过了的 然后里面因为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旺的书 就是因为我本来今年去书展岛 买回这一本书的 然后刚才我在这里又看回了 就有一种好书又宠愈的一种感觉 就很像又遇到以前小时候的朋友 无名你坦言 陪你看书移动图书馆活动最初的计划 是让移动图书馆在学校逗留三天 并在该校举办一系列的交流和互动活动 然而新冠疫情的影响 让他们不得已要放弃原先的计划 然后疫情一来后 我们没有办法让学生去阅读 那我们只可以到学校去可能三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你说要读完一本书那不太可能 那我们就想说就直接现场就把书送给学校 然后我们的这个概念就是呢 华校的学生可能会多懂这个华文的书 可能少懂一些英文或马来文的书 那我们就多送一些英文跟马来文的书籍到华文学校里面进去 相对的这个原住民的学校 那我们就可以找译本 那译本或者是有两种语言的这个双语的版本的这个书籍 因为至少他们看了懂 他们看了懂了之后呢 他就会对这个东西产生兴趣 此外 原定在校内进行的书籍读后感和研讨会 也转为线上交流 虽然跟线下的分享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就没有办法跟学生互动 或者是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主讲人 可是新常态有新常态的好 就是他在这个平台上面 他可以获取的这个曝光率也好 他的人们的看到这个也好 会更广泛 因为以前只可能规定在某一个学校里面做这样子的题目 尽管数码图书馆日益普及化 吴明宁始终相信 传统图书馆不会被数码图书馆给取代 在他看来 传统图书馆和数码图书馆各有优势和劣势 所以两者将会共存互补 在图书馆有个好处 因为所有的书本 所有的这个题目都好 不同类型的 轻小说漫画 就是真正的那种 那种文艺的诗歌诗集都会在你面前 那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可以拿下来 那电子书有一个比较难做到的事 因为它会有个algorithm会去思考你想要的东西 它把你推送到你面前 那你看到的东西很有可能就只是你自己喜欢看到的东西而已 那我们读书人有一个叫做我们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那诗和远方就是图书 那诗跟远方代表的不单单只是你在电手机或者是平板上面看到的阅读 你要多留出来就多到外面出来去看看这个世界才会接触到不同的类型的这个书本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如是写道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新冠肺炎的肆虐暂停了我们大部分的户外活动 却也给我们制造了阅读的好时机 在这个哪里都去不了的时期 让书籍成为我们瞭望世界的窗口吧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让越南帷地消费 让沙禹 新冠子 疫情